那么今天的话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我们亚马逊上我们做产品 一定要去做爆款产品吗 我为什么说分享这个问题呢 其实的话整个我们在亚马逊上 我们做产品的话 都想把产品做到这个top one 或者是说想把产品做得非常好的 这样的一个排名 那如果说做到非常好的一个排名的话 它肯定是爆款产品 那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自己的一些见解啊 这个不是说一定要这样的 分析一下自己的见解 那你做不做 你做成什么样子 或者说你做成top多少 它是不是爆款 根据自己的每个人的这个想法而定 那首先的话 我个人认为爆款它有这样的优点 什么样的优点呢 就是它的订单量是比较高的 销量比较好嘛 而且排名的话也比较好 一般都是在top前五 就像我们自己在做产品的时候 你可能一直拿着我们自己的top前五 来做这个竞争对手 那这就我我觉得它这优点好像也就是两个了吧 那因为我们做任何一个产品都想去给它提高销量嘛 是吧 那如果说再说优点的话 好像我貌似也想不出来很多 那我们来看它的缺点嘛 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做过这样类似的包款 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苦恼啊 那缺点的话就是我们需要不停的维护 把排名稳住 因为可能像这种包款的话我们需要不停的每天 每天去做一个这个刷单也好 或者说叫补单也好 我要把它的排名给它稳住 那这个里面可能就会包括测评 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补单 或者是说站外推广站内的这样的一个deal 那第二个缺点的话 就是它会我们还要防止竞争对手的一个恶意的攻击 那这个竞争对手 其实它的恶意攻击分很多种的 比方说我们的恶意差评 恶意下单 买空 或者说直接买空完之后 我给你退款 就相当说如果说你自己赶上了一个 参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站内deal 或者说你抱上了一个deal之后 如果说你的竞争对手 他想攻击你的话 就直接把你的产品全部加入购物车提交订单 但是的话他去不去付款 那等到这个deal结束以后 他再把所有的这个订单 他给退出来 直接就 直接就这个相当说你的一个deal 你一分钱都没有卖掉的 那这种的话也是会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 尤其是说会存在大卖之间的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同行的一个 同行的眼睛一直都在盯着你 一般情况下top前五 同行的眼睛是一直是被同行的眼睛盯着的 你有什么样的动作 你做了什么 你的review有没有增加 你增加的是好的还是差评 然后你有没有去参加站内的deal 等等的 他都会去盯着 那如果说在恶意攻击上面 其实你们可以算一下 你像这种 你想把这种恶意攻击 给他减 伤害 对销量伤害减小到最小的话 我们可能就需要这个维护的一个费用 删差评啊 然后这个去各种各样的维护 或者说有些卖家他会进行反攻击 那这种这个数字的话 其实我们自己也有 也有核算过 这种数字的话真的 还是一笔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的 而且的话到最后到最后你的手里面的话 他的利润相对来说真的就实际利润 你拿到手的实际利润就会很低很低了 因为这种你想嘛 你前期你可能都把钱花到了产品的维护上 同行的恶意攻击上面啊 广告我们就不说了 因为广告现在是每个人都要去开的 那像这种的话 到你手里面的实际利润就比较低了 那我自己来界定包款的 我自己的一个见解是什么呢 其实我自己 我们自己在去做产品的时候 我们不想要进top前五 我们可能就进到这个20之前就ok了 这样的话 就算是如果说我们的排名再高 我们也不会让他 这个进到进到前五的可能第六第七 前十之前就已经就已经算是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给自己界定的一个包款了 因为这样的话 第一个没有人会去盯着你 因为毕竟你跟他够不成威胁 大麦也不会去盯着你 然后这个小麦的话 也不会去一直看着你 就相当说你处在一个中 那个中间偏上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没有人会去特别的在意你 即便是说他在意你了 他也不会说啊 给你一个致命的一击呀 或者说等等的 那这个的话就相对来说 对于我们要要这个稳妥一些 或者说要安全一些 相当说在一个安全安全区间的范围之内 而销量呢 销量的话 虽然说没有这个 没有top前五的高 但是说实话低不会低很多 因为前20的话 他的排名也不会说 如果说你的类目还可以的话 你的排名不会说这个差距很大的 你排名差距不大 你的销量的话 他也不会差特别多 但是这个的话 嗯 这种的话要 要相对来说要比top前五要安全的多 第三个就是一个维护成本 你这样你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那你在维护上面可能花的钱就要少得多 第四个没有那么多眼睛盯着你了 这个就相当于是说 没有人会过度的去在意你 关注你 他可能会觉得 就你你这个排名还对我够不成威胁 或者是说只要你排名不上涨 ok了我随便你 因为就算没有你存在 还会有其他的买家存在 他就不会说那么猛的去 去对你做一些恶意的这样的一个攻击 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最最实际 而且最切身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我们自己的利润 我们你你做任何一款产品 你都是想要得到利润的 而不是说我最后了 虽然说我产品做成爆款了 我的利润比较低 再加上我的一些维护的一些费用 那你到一年下来 你发现这个产品你不赚不赔 可能甚至说你还亏那么一点点 因为你需要维护的东西太多了 那这种的话 你你说你做一个爆款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我们做爆款的话 它肯定是要这个是要赚钱的 对吧 所以最后的一点就是 如果说我们自己界定好了之后 那这个利润区间的话 你这个利润要相对来说 比top前五的利润要高得多 这个一定说我们自己在去做产品的时候 一定要有这个思想 那这个仅仅是自己的这个观点 可能很多人他不太同意 要么就当第一 要么我就不去做这个产品 不一定当第一就是好事 也许说你当中间的 当这个中等片上的位置 可能要相对来说要好得多 好 今天就是我分享的这些内容 在与方面